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洲新鑽街 我是Jerry 之前我們在雪梨的影片裡面 有網友在底下留言 他希望我們介紹 Tawun還有Skofield這兩個區域 那一般人其實這兩個區是很少人問到的區域 不過網友會問到 表示他對那邊有一定的了解 那我們今天特別也是又邀請到我們雪梨的好朋友 Kenneth 一起來跟我們介紹這兩個區域 他在線上把他拉進來 Hello Kenneth 大家好 很開心又跟Jerry和Jerry的朋友見面了 網友既然會問到Skofield跟Tawun 所以我想說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的影片我們有介紹過Rubes Hill 那他其實是在那兩個區是在這個區域的旁邊 所以他是一起的 那你好像有準備網頁給我們看 把他打開一下 有 嗯 OK 所以Tawun就是在 西北角這邊 西北角 西北角 對 你現在呢 這個視頻上面這條就是新的Metro 新的Metro的那個第一期Stage 1 就已經開通了大概兩年了 嗯 嗯 所以呢 你看那個 左上角的Tawun 呢 那些地方其實前三四年五年之前 已經開始很火了 就是那個Metro的那個Announcement 一出來的話 那邊的地 就長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從Tawun那邊到那個Chastwood 因為我看這個西北線目前是到Chastwood那邊嘛 這樣大概要多久 對 大概是三十分鐘 大概是二十多到三十分鐘到到那邊 嗯 所以現在那個Stage 1 是從那邊到到這個是終點站 嗯 那Stage 2呢 就從Chastwood一直通過那個西米的CBD到那個Bankstown Bankstown就是在那個南區 嗯 就咬一個圈了 嗯 所以等於它等於乍看很遠 可是因為這個地鐵的關係 那它很快速的半個小時就到Chastwood這樣的地方 那其實到Chastwood 對 到CBD是意思已經快差不多 因為Chastwood已經離CBD 其實也是很近啊 嗯 而且它又經過 對那邊已經很近了 嗯 又經過那個Macquary Park 那邊也是很重要的CBD啊 對Macquary Park就是大學大學區啊 那邊的發展的非常的非常的快 啊 其實那個第二期的那個Metro 預期是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就會開通了 那也很快啊 就兩年之後啊 對啊 那Skofield跟Talawu實際上就像隔壁區嘛 然後你給我們的這張圖 這個是哪一區的 這個就是那個Rouse Hill的Shopping Center 隔壁的一個很大的Master Plan 政府現在有大概一個十十多年二十年計劃 那邊呢是一個重點開發區 就會以後會變成第二個Chastwood 我相信很多網友也知道Chastwood這個區 對 Chastwood這個區大概十幾年已經開始慢慢的火了 那這樣子我可以理解其實就Rose Hill 然後還有網友問的Talawun還有Skofield 基本上也是以華人成分居多的區嗎 慢慢亞洲人慢慢現在去注意在買那邊投資或者搬到去那邊 前幾年呢大概亞洲人或者中國人華人他們都是在那邊買那個House 前四五年那個House很便宜 所以已經差不多翻了差不多就翻倍已經翻倍了 嗯 像這個是哪邊 這個都是Rouse Hill Rouse Hill Kellyville Talawun那邊其實價錢也是差不多 你插一個火車站可能那個價錢就差大概十萬八萬左右那個價錢 你現在看這個圖呢 你現在看那個圖呢 你現在看那個圖呢 右手邊就是一個Existing的一個Rouse Hill Town Center 現在的新鮮季的那個Talawun Center呢 Shopping Center現在跟那以前的不一樣 以前的都是一個整個Building Building都是密封的 一個高樓大廈進去就什麼東西就看不到外面了 現在呢 因為這個新開發的區它那個建定面子非常的大 它那個Shopping Center都是一層兩層的 還有很多outdoor的那個area 以後呢你在下面一點就可以看到就是那邊現在的照片 有很多小小孩子的地方玩 啊 對這樣子 對 嗯 那像你剛剛這個Talawun Center旁邊的這些高樓Building 這個是已經現在已經存在的嗎 沒有這個是CGI 這個是政府的一個十多年後的計劃 所以你看看這邊它計劃的非常的好 嗯 雖然它那邊的高樓大廈很多 但是你看中間的有很多那個公園 綠化綠的非常的好 做得非常好 嗯 不過現在都是House and Land啊 Townhouse也很少 因為現在House and Land 我們那個 因為House and Land 根本非常非常的難找 因為地開發的地都被搶到了 對啊 主要現在投資很多就投資在那邊 投資那個apartment 因為通常你House跟Townhouse呢 漲得太快的話呢 你那個就有那個插入點 你可以就買那個apartment partment就那個價錢會以後會拉上來 嗯 嗯 那這個是哪一個車站 嗯 這個就是House and Land 下一個站 這個Metro的終點站 Tower Run OK 終點站 車子最後停就停靠在這邊就對了 嗯 在Tower Run 就是就可能 上上那個Metro就兩分鐘就到了 其實離了不遠 嗯 這個Metro已經開通了 嗯 嗯 下面那個兩顆圖呢 就是那邊附近的CGI 嗯嗯 然後你在下面一點點呢 嗯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圖下面的這個圓圓的那個建築物就是現在的已經開通了兩年那個Metro 火車站對面就是Master Plan 嗯 那個是那個計畫的 好 現在我們有很多客人已經買進了這些樓花可能等大概2023年左右就會蓋好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澳洲的開發建設基本上都是交通建設跟這個商圈先讓它成型 之後建築這個東西再慢慢慢慢的補齊 可以這樣子 對 嗯 所以那邊的地都是那些Greenfield side就是一塊空地 所以呢那個先交通交通呢把它這個問題解決了 對 然後就把那個商場開通 嗯 然後再蓋房子進去住 所以那些入住的人呢已經有那個交通和那個那個shopping的地方 那邊那邊附近還有一個那個政府要蓋一個很大的一個醫院 OK 所以醫療那邊呢也很非常非常方便 因為現在這邊很多呢 要不是就是年輕的有小孩子的 或者是年紀大的他們住house 呃沒有時間去打理 所以他們也搬到了townhouse的那個apartment裡面 所以那邊呢實質醫療那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政府就規劃一個新的一個那個hospital在那邊附近 哦這個就是衛星地圖那個Taroon的總站 對你看這個總站的左下角你就看那邊有800多個那個車位 嗯 就讓那些人住在附近的house 可以開車到那邊停在那邊 然後用火車去上班 嗯 那聽起來啊 還有什麼 學校 學校有規劃了嗎 學校也去 對那邊local council一直有學校 但是學校一直一直會更新 因為當很多人搬過去的時候呢 學校慢慢的廣大 或者會新學校會開 有聽說新學校會開嗎 嗯 有 中學小學都會 都會建立在那邊 政府規劃的一定的 其實我覺得那邊新的華人去也不錯啊 就是我有聽過一說 我不曉得你 你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華人多的地方 那個學校都會變好 嗯 所以澳洲要感謝華人 對 因為有華人你的學校都會變好學習 對 對 因為大部分的華人的那個小朋友 他們都都注重讀書啦 老外的或者local的小朋友 他們下學就注重那個體育 對 體育方面的 就像地球球打籃球 啊 那些比較多 嗯 可能價值觀和概念不一樣 嗯 所以其實啊 Bruce Hill啊 或者是Tarangwood Scoffield這些區 原本都是不知名的區 但是因為地鐵站的開通 嗯 結果導致現在那邊整個 這三五年來變得很火 然後也很多的華人也往這邊靠攏了 那這邊如果如你說說 你有機會變成第二個 那已經是對他很高的評價了 對 那邊是Nordwest的一個重點的開發區啊 嗯 主要是因為是政府花這麼多錢 蓋一個新的Metros那邊 就是想把那個人口分散到那邊去 對 那政府唯一的一個方法就是 投資很多的切施在那邊附近啊 嗯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的local的投資者 他因為他們買房是投資大概10年20年左右的 嗯 他們現在已經在那邊在很多在看那些可能一房兩房三房的那些公寓 因為那邊的那個價錢現在還是蠻便宜的 一房可能就40多50萬 兩房60多70萬 嗯 然後三房的Pennhouse 對三房的Pennhouse可能100100多平方的 可能就90萬左右 你可以買在頂樓的有幾的嗯 天啊 OK 嗯 不過現在啊 如果我們還有機會就是 我有那邊的House啊 或者是House and Land 這個還有機會嗎 現在還有嗎 有當然有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就是House and Land Package 在那邊大概1.1個Million左右 1.1、1.2、1.3個Million左右 嗯 佔地面其實可能就大概300、300頭平方 可以蓋一個兩層的 嗯 兩層的一個 但是如果是方便的話 那是當方便的話當然是那個apartment了 因為那個apartment都是蓋在那個shopping center旁邊 你下樓過條馬路 就到那個shopping center 或者你下樓走一兩分鐘就到火車站 通常House呢都 離那個火車站比較遠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火車站蓋一些那個free parking 800個車位就可以 這樣子是兩個不一樣的一個物業投資而已 今天一樣非常感謝Kennis給我們帶來這個區域的介紹 那如果各位觀眾對於雪梨你有其他區域想要了解的話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那我跟Kennis我們再做一期影片跟大家介紹 這樣可以嗎 可以沒問題 歡迎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拜拜 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好拜拜